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无忌刚走到门口便被一个声音叫住 莫无忌停了下来 看着走过来的轮彩脸色平静 尽管他也很赞赏轮彩这种为了飞子低声下气球对手的态度 可是他绝对不会帮轮彩的 一般小仇他可以不计较 但轮彩杀了他的人 甚至逼迫的书音现在还下落不明 他二人之间早已是生死大仇 看见轮彩教主莫无忌 天池中其他的人有意识地开始关注 主要是因为莫无忌最近风头太盛 传闻连卓平安都是莫无忌的保镖 在仙界 即使是天地已没有资格请上一个大仙帝做保镖 或者说就算能请动大仙帝也请不动卓平安来 莫诞师 我知道你的处境并不好 只要你肯出手帮我一次 我轮彩必站在你这边 同时 你的任何要求 只要我轮彩能够做到 绝无半句废话 轮彩走到莫无忌面前 主动对莫无忌抱了下拳 他在天谦仙楼对莫无忌的怒火已经上升到了极点 甚至恨不得和他当场大战一场 在莫无忌叫他滚蛋的时候 他已经将莫无忌当成了必杀的存在 可当他回去看到像书那古兽临巡即将陨落的模样时 他的满腔怒火再次化作柔情 他只得将自己大仙帝的身份丢在一边 再次前来请求莫无忌 莫但是啊 你和伦才大帝的误会 我也知道一些 我明白你那几个伙计死得很冤 可是人死不能复生 有些事情啊 总要往前看 我相信伦才大帝肯定会答应你重建天机丹阁的要求 全力出手帮忙 若是莫但是相信我的话 不如大家画干戈文玉伯呢 青阳主动走过来劝解 表面上看他是在帮伦才说话 但事实上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是在帮莫无忌 几个伙计而已 死了就死了 只要能和伦才交好 要多少有本事的伙计没有 再说了 仙界哪天不运落一些无关紧要的人呢 莫无忌也能明白青阳的意思 他知道青阳是在帮他 他现在四面楚歌 多一个轮采 那一正一反就多了两份力量 但他无法接受青阳的观点 对仙界的人来说 几个伙计的确无关紧要 但对他莫无忌来说 绝非如此 他在地球上的道德观念已经形成 他无法改变 也不想去改变 更何况 伦才还逼得书音下落不明 莫无忌谢过青阳罗主的好意 莫无忌对青阳一抱拳 然后再次对伦才说 伦才 我和你没有废话 还有 我和你是两个世界的人 永远不会成为朋友 说完便转身就走 狂妄之拖 区区一个大乙仙 走了狗屎运成了七品单地 就嚣张得不可一世 还以为整个仙界都被自己踩在脚下了 看着莫无忌不理伦踩大地离开 萨剑渐记得在一旁骂了一句 但他话音刚落 突然有个清脆的声音说道 人家是运气好成了七品单地 他运气也不错 说不得即将成为九品单地来着 萨剑渐是哼了一声 正向开口 随即就见到了盖傲夫女 显然 说话的是盖傲的女儿盖飞燕 他不得把到嘴边的话吞了下去 恭敬地抱拳问候 见过天地 盖傲点了点头 并未废话 如萨剑这种背后放等枪的人 他是最看不起的 若不是看在大剑道的面子上 他连头都懒得点呢 莫无忌匆忙回到天倩仙楼的住处 发现卓平安和韩龙都在他的房间里头 莫大哥 刚才大昆佛宗的人来要将我带走 是卓前辈出手拦住了 见莫无忌回来 鼠息连忙上前说 卓平安也在一旁凝重地说 来人是大昆佛宗的横客 修为很强 估计只差一步就能跨入大仙帝之列 莫无忌握紧了拳头 他尽量去高估广兴的无耻 可没想到还是低估了 这家伙居然还来了个双保险 不但来他这边逼问大昆佛宗的下落 甚至还派出了仙帝级别的强者 来此强行掳走素西 一旦素西被带走 就算是大昆佛宗得到了大昆佛灯 他一定也会背上这个黑锅 还好这边有卓平安守住 无忌 我要走了 寒龙在一旁说 莫无忌疑惑地看着寒龙 寒龙 你不去诸神塔了吗 本来我来这里就是打算去诸神塔的 诸神塔的名额很多人都弄不到 我能弄到一个已经算是运气中的运气 只是我临时有些事情 我都写在了预检上 说完 寒龙将预检和诸神塔全部递给了莫无忌 莫无忌没有看预检 也没有询问寒龙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决定 他取出了几瓶丹药递给寒龙说 那你多保重 以后有缘再见 嗯 等我势必 我肯定要去寻找你建立的宗门 寒龙点了点头 说完便又向卓平安和索西告辞 等寒龙走后 卓平安才说 莫但是 这天谦县城风云暗涌 无数强者不断云集 可非久留之处 莫无忌清楚卓平安的意思 他也知道自己留在天谦仙城的时间太长了 并不是什么好事 诸神塔即将开启 他总不能在诸神塔即将开启的时候选择离开吧 卓先有的意思呢 莫无忌从卓平安的语气中感受到了他的担忧 这也不能怪对方 估计卓平安和他协定之时 也没想到在天谦仙城会有这么多人盯着他 卓平安似乎早就准备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现在莫无忌一问 他便直接说 莫但是 虽然你在天谦仙城结交了些朋友 但恕我直言 你的这些朋友都不能共患难 大多数是看在你炼丹的份上 这些人可以和你喝酒相交 但绝对不会为你出头当道 我的想法有二 一 冤家疑解不疑解 建议你为轮彩的妃子看病 将轮彩争取过来 二 让苏西公开拿出大昆佛灯 将大昆佛宗争取过来 否则 留在天谦仙城 很危险 莫无忌表情平静 他是不可能同意这两个意见的 如果他会这么做 他也不会结这么多仇 不过他对卓平安还是很感激的 在他没回来之前 卓平安依旧出手护住了苏西 说明如卓平安这种强者 虽未把一般人的性命看在眼中 但的确是一挪千金 卓先佑 是不是也想退出天谦仙城了 末端时 我既已决定跟随你二十年 就不会轻易退走 只是 就算是我和大黄嫁起来 也无法挡住这些人 到时候 若是苦诸承受的压力过大 恐怕我们连天剑陷楼都无法居住 莫无忌沉默下来 两久之后 他忽然取出了丹炉 虽不知莫无忌为何要在此时炼丹 但卓平安并没有说些什么 但当他看见莫无忌取出天荒草的时候 他隐约明白了些什么 心中有了些触动 他和莫无忌不过是利益关系 他之所以保护莫无忌 也是为了请莫无忌炼丹 这段时间的相处之后 他大致了解了莫无忌的为人 没错 莫无忌很重情义 可同样 他缺少果断杀法 心肠太软 换句话说 当初素希和原意的事情 他就不应该去管 再一件事 为了几个无关紧要的人 和轮采强行结仇 同样是不理智的行为 可也正因为莫无忌这种品质 他才会相信 二十年后 莫无忌能为他炼制出真正的七文窥击丹 在卓平安思绪复杂的时候 莫无忌开始提唇药液 就连卓平安也不得不服他 看莫无忌炼丹 就像是看一件艺术品 那是一种享受 两个多时辰匆匆而过 莫无忌抬手带出了六枚仙丹 卓平安的神念何等着强 看见莫无忌带出的六枚仙丹 他忽得上前一步 这一刻 就连他的手都在颤抖 如果他没看错 他肯定莫无忌这次炼制的丹药有七文 七文亏忌惮丹 他卓平安想了多少年 这一刻 他强忍自己想询问的冲动 只是眼里带着极度的渴望望向了莫无忌 莫无忌默默收起丹奴 将手中玉瓶递给了卓平安 卓先友 前段时间比关炼丹 我略有所获 现在总算是可以炼制出真正的七文亏忌丹了 请卓先友查看一下 卓平安颤抖地打开了玉瓶 果然看见里面是六枚七文亏忌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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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刻 卓平安完全忘记了一个大先帝的矜持 一个大先帝的高傲 还有一个大先帝的威严 他的眼里只有这一瓶七文亏忌丹 本来二十年的时间对卓平安来说只是一晃而过 但现在一年都没到他就拿到了真正的七文亏忌丹 莫无记忌抱拳 卓道友 这是我答应你的事情 这一炉七文亏忌丹 我提前给了你 我也有件事情 想拜托一下卓道友 不朽凡人 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子和捏水笑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 下一集 未经许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